实际上你仔细现在很多的客观的研究 仔细去看的话 那个例子我想就不举了 因为如果要例子的话 大家把它把那个诗写出来一句一句来看 那个他简单讲实际上是用一种 确实是一种比较客观描摹的一种态度 然后呢他非常重要 实际上是用了当时这个永明体发展下来 那种新的诗歌的那种形式 那种更加进步的那种 更加美的那种诗歌形式的技巧 来相对客观的来把女性作为对象 女性和周围的那种所作为对象来进行描写的 进行描写的 所以实际上是 实际上应该讲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取向 而这个呢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追求心意是有关系的 后来有很多批评呢 从文学上的批评讲它 就是说没有什么多少感情 完全把女性作为制度好像很客观的对象 他写一个人和写一个物 没有什么差别如何等等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是理解到 设计到当时对文学是怎么理解的 那些人他可能把文学就是作为一个 怎么讲 这是一种锻炼的一种智巧 一种玩意儿 是一种文化上的一种操作 一种游戏 在这么做 而且他追求的可能也就是 文学对他们来讲 也就是意味着这个 很可能是这样 那么特别这里要提一下的 其实这个也是老的看法 以前大家不太注意 但是其实也是老的看法 就是我们把所有这些都不说 归院可能是旧的题材 永务之前也有过等等 那么像这个题材 似乎在文人文学传统当中是新的 那这是怎么来的 道德批评是一种 道德批评是一种 是怎么样 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实际上也是我之前提到过的 实际上是当时 就岳府的影响 讲到当时岳府的影响 那个岳府从南朝以后 岳府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上次看南朝以后 这个岳府重新开始收集岳府 对当时有很大影响 我讲到这个 从静宋到齐梁的这个转变 从包罩那里就可以看到点痕迹 然后到这个齐梁时候 风格的转变 像沈约这些人 王荣这些 都有这种很接近 这个无声吸取这样的岳府的作品 包括萧衍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作品 萧衍也有 也有这个他改作这个吸取的这个作品 所以他这个影响非常之大 齐梁风 诗风的形成本身就有岳府的影响 宫体里面实际上也有的 这个刘士培 刘士培这个三十几岁就去世了 他这是在写的这个中国 就中古文学是讲义 中古文学是讲义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 就是研究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书 是他当时在这个北京大学讲课的一个讲稿 那这个讲稿很有意思 他这个书的主体部分实际上是抄了各种各样的材料 当时各种各样的评价 这里面大概把当时涉及到这一段就是所谓中古 他讲的中古是就是讲的这个魏晋南北朝了 这个六朝文学的这个中古 中古时期涉及到当时的这个评论 当时的史书 当时的子书 当时的文学批评诗文评 在著作里面的涉及到这个时候的一些材料 他都抄了 抄了恐怕 而且抄的这个 估计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在里边了 都抄在里边 然后他就加一些简单的暗语 勾勒一下当时整个文学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他认为的文学的大的趋势和方向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包含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材料的书 那么那个时候鲁迅也讲过 他说这个也是一本好书 当然大家知道这个 他那时候就交交出移民 他晚年了 他跟政治完全 他早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介入政治的人物 晚年在北大交出的时候 大家认为他反动 他也就完全退出这个 退出政治去 后来没多久就去世了 他在这个书里面就提到过 提到过这个事情 他说这个 他说 功体之名 他说功体这个名目 虽然是从梁代开始的 但是呢 这个起源 测验之词 这起源是在哪里 是在静松的岳父 静松岳父 那个之后 这个所谓的 这个营宴的哀音 江左的 大家知道就是江南了 江南了 是指这个 一直到这个萧齐时候 这个越来越这个盛 越来越盛 然后特制于梁 七体油仓 他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 一个长远的 一个历史的一个判断 基本上是这么讲的 他非常明确的是讲 这是有个历史过程的 而这历史过程的源头 如果要追的话 他的初始是在岳父 是在当时的岳父 是有这样一个看法的 这个恐怕也是这个事实 也是这个事实 我们现在看当时的 这个岳父诗里面 确实有很多 我们今天看起来是所谓 涉及到男女之情 涉及到女性 而且也确实非常的 这个用他这里话来讲 可以讲是 营宴的这个风格的作品 确实是有的 所以公理师我们基本上 我想就是说 具体的你们文学史的课本 各种文学史的课本 你都会提到 怎么来理解他这个事情 基本上可以讲阳光底下 无心事 当时那些人做的这些作品 有一些是传统的题材 有一些是传统的东西 即使是争议最大的 谈了最多 最敏感的就是所谓 以女性为主要对象的这些作品 实际上它也是渊源有致的 也不是说骤然起来的 它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这过程是可以早的 推到早期的岳父里面 那么这时候最重要的实际上 是他用新的诗歌形式 来写这些东西 这个实际上对他们来讲 是一种文学的训练 文学的实践 文学的操作 他把文学 是代表他们把文学看成一种 怎么讲 是一种一种一种艺术的一种游戏 是一种他们文化生活当中 一个一种艺术的游戏 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这么来 这么来这么来了解 这么来了解 那么最后简单的想 这里提到了这个于性 提到了这个于性 于性基本上 在整个的六朝的诗歌史上 于性可以一般很多 大家把它看成是 最后的一个重要的诗人 重要的诗人 其实于性这个诗和 于性本人是非常能代表这个特点的 就是大家知道他的《复》 写得也很好 我们之前虽然非常简锐地 提了这个《复》 这个从汉复那个以降 我非常简锐地提过这个《复》的问题 这个《复》 它的长篇的《复》 还有那些小《复》 这样都写得非常好 《埃江南复》 这个都是历来传颂的 他的很多小富也都是很有名 他富写得很好 诗也写得很有他的地位 那么这地位从历史上来看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于性基本上 他一生是 你们看相关的参考书上都会指出来 他差不多42岁 这也是他生命的一个前后的分期 这个分期就是当时他出使到北方 到北方以后 他一开始呢 就当然在萧刚的门下 后来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呢 他就跑到了这个 后来的这个梁元帝萧义的门下 跑到这里 最后后来呢 把他派到北方去出使 出使的时候呢 这个北方的军队下来 就把这个梁给灭了 灭了以后 他等于对他来讲就是没有 没有家国都已经沦上了 所以他后来就一直就留在北方 留在北方 留在北方 他这个做官 那个不管是如意还是不如意 因为现在有争论 以前都说这个于性 实际上在北方这个试图通达 但是有现在有些人力图证明 实际上他这个所谓的试图通达 并不是真实的 那个也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不管怎么样 他是他是穷还是通 他内心里对他来讲 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用后来杜甫的话来讲 这个于性是 这个穆年师父冻将冠 他实际上对这个故国之诗 家国的这个之诗 实际上对他来讲 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他那个父里边 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表现 诗里边其实也有 那么从文学史上来讲 就是他早年在南方的时候 他42岁之前留下的作品其实 并不是那么的多 那主要的风格相对来讲 也就是当时传统的风格 就是这个棋梁体了 所谓棋梁以下的 后来当时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叫做这个 虚语体 就是这个虚语 虚语体 他基本上是南方的这种风格 当然他到了这个后来 42岁之后 基留北方 他那个作品 当然就所谓慕年师父 杜福那个诗里边就讲这个 说他慕年的师父 他说他是所谓的慕年 是慕年的师父 所以这个后来的诗歌 当然他就趋向这个风格的变化 包含了他北方的这个生活的经验 他这个不管是 我讲的是不管是穷通 对他来讲都是有影通的 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讲 他是这个 虞语对他来讲 是包含了这个 南方和北方 他在这个意义上 是一个中和南北的一个诗人 是中和南北诗人 因为北方和南方的文化的差别 非常明显 是大家都知道 学历史也都知道 文学上其实也是这样 在这个之前 在这个虞语 包括还有一些文人 后来很多实际上 都是到北方去 包括这里讲到的徐灵 徐灵早年也有到北方 初始北方 然后激流北方的经验 所以徐灵的作品当中 有一部分 也是和完全所谓徐语体 齐良以下 这个齐良体 和徐语体是有不同的 也有这样的风格的 那么后来像余姓 包括这个后来那个王胞 王胞 王胞实际上就是这个 谁啊 就是这个 后来梁元帝萧义 他这是萧义门下的 就萧义文学集团的人物 这个王胞 后来 王胞和余姓 后来都是中老于北方 就寄留在北方 中老于北方的人 他都是这些南方的 这些文人 在北方长期寄留 所以他有 兼中南北的 这种文学的成就 在他们之前 在余姓 后来包括还有像 炎之推 这些人 很多这些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余姓 王胞之前 在北方基本上 也有一些文人 比如说讲北帝三财 北帝三财 那个什么行哨 卫收 这些人 温子生 温子生 行哨 卫收 这些人实际上 从他们互相之间 就可以知道 他们互相之间都要攻击 他们都成为一种共识 他们基本上都是模仿南方的 那个人说 你学的是沈约 那个人说 你学的是人访 沈约人访都是这个 金陵八游里面的人物 从这些 在这个之前 我讲的是这个 余姓王胞这种 从南方 南人到北方去 之前的这些 完全是北地出产的 北地产生的这些文人当中 都可以知道 他们基本上是模仿南方的风格 模仿南方的风格 以这个为中上的 就当时可能北方是强大了 但是基本上 所谓文化的正统 文化的正统是在 是在南方 这个大家都有一个 这个 共同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 共识吧 共识 所以他们都是学的 互相之间 互相之间都接老底的时候 都说你是学南方的 所以 那个都不重要 这种文学史上 都不是特别重要的人物 虽然所以 余姓王胞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尖宗的南北 男人入北 尖宗南北 的这个成就 那么从诗上 从诗歌上来讲 余姓我前面讲了 他的腹是非常有成绩的 腹是非常有成绩的 那么从他的诗上来说 他最重要的作品 所谓的《尼永怀诗》 尼永怀诗 尼永怀诗呢 一共有27首 这个尼永怀 当然 永怀的我们讲了 就是软极 软极那个82首 82首的永怀 这个余姓的27首的所谓 尼永怀 是模拟那个 软极的永怀而来的 是艺术主诗 这个呢 是代表 这个 他诗歌上 大家都说 这个代表他 大家都认同 可以说代表他诗歌上 非常重要的这个作品 那么但是这些作品呢 这个 如果要跟软极那个比呢 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软极的诗 后代讲 我们讲 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这个情记八荒之表 这个 表是什么意思 表 表就是外 很简单 我们讲表里如一 什么叫表里如一 就是内外如一 情记 出乎意表 什么叫意表 就是意外 情记八荒之表 不知道他想到哪里去了 你不知道 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是这 但是余星的你 二十 永怀诗二十七层 大概是能够了解的 大概是能够了解 他具体的所指 什么样场景 是以前有人研究的 所以这个风格 是未必 未必是完全一致的 诗歌的这个 特性可能 未必完全一致 但是呢 它确实是 延续这个永怀下来的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也可以讲 就是说 我们从六朝诗一开始 我特别强调 软质的这个重要性 余星这里呢 是一个回生 对于软质是一个回生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前面讲了这么多 这个背景上来讲 它是一个南北中和的 从它个人经历来讲 是这样 从它文学风格上 也来这样 也这样讲 那么为什么呢 它这个地位到后来是 余星的地位是 后来很多都是这样 我们就讲了 这个千秋万代名 寂寞深厚史 很多这个名声 真是后人被建立起来的 跟你 不是说你当事如何如何 后代建立起来 这个余星的地位的确认 实际上是跟后来 比如像杜甫 这些唐人的肯定 是有关系的 因为唐代文学很重要 大家知道 就是把南北两种 唐代就是把南北的文化 把它融合在一起 整个重新统一 中国分裂 南北的大分裂 大动荡 当然我们从正面讲 可以讲是大交融 那个时代 最后唐代重新达到 那样一个新的 更高程度上的统一 是这样 整个文化 整个历史是这样 文学也是这样 文学是这样 唐初的那些人 都非常清楚的 唐初那些人写史书 包括李世民 唐太宗 他自己也亲自 参与一些史书的撰写 他们非常清楚 一个共同的概念 你们下去就要学 唐顺文学史 你们非常清楚概念 对他们来讲 他就是把之前的南北的文学 南北的文化 是综合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余姓也可以是一个 象征性的人物 他自己的实践 生活的实践是这样 他文学的风格 确实也是这样 他早年是那样一个 典型的南方的 所谓齐良理下中 徐玉体的 这样一个代表性人物 后来他有一个 更加扩大的 更加壮阔的 这样一个境界和风格 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综合 那么唐代其实 也把他作为 这样一个人物 看待 杜甫这些都不断地 肯定于性的重要性 于性的重要性 所以他的地位 其实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那么我想于性 这里 我觉得非常简单的 就提一下了 实际上想说的 就是说 一方面我可以讲 他是对阮集 一开始阮集的一个回应 另外一方面 他实际上也是对 未来的一个唐代文学 综合南北 综合的不同风格 不同录像 一个综合的一个开始 一个象征的人物 啦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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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